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唐阿彩 后期制作 林恩 第415集 完了完了 王文都得死了 这些血魔兽根本杀不死的 杀不死的 先前说出血魔兽的五尊 此时眼中流浪出绝望 脸色一片的惨白 吴公灵 你到底知道是什么 一旁舞者惊怒问 这些是血魔兽 天蒙秘境独咬的血兽 防御率十分恐怖 比普通血兽可怕一辈不止 关键是他们根本杀不死啊 就算被杀了也会深化怨魂 吞噬舞者的惊险 甚至 甚至占据舞者身体 将其变成只知杀戮世纪的恶魔 吴公灵颤怒地说道 眼神绝望 这么多血兽 我们有不了的 到最后 都会死在他们手里 他们根本杀不死啊 化身阴魂 秦晨心中默得一惊 脑中犹如醍醐灌顶 突然醒悟了 他总算明白自己刚才为什么 对那血魔兽体内暴虐气息 有一丝熟悉了 那气息呢 阴冷邪恶 跟当初在黑丝沼泽遇到的阴魂兽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难道此人说的血魔兽阴魂 就是黑丝沼泽的阴魂兽不成 心面一动 秦晨目光一闪 手中神秘秀剑朝着 劈向梦展员的干尸末的 斩出一剑 扑的一声 剑光闪过 瞬间把干尸攻击拦下来了 刀剑碰撞间 秦晨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发现了 那干尸并未因为阴魂入体变得强大 生前只是六阶五尊修尾 死后呢 还是六阶五尊修尾 甚至还弱了点 只不过因为干尸太过惊悚 众人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斩 知道干尸实力了 秦晨剑光一闪 浩荡剑光聚成一树 瞬间冻穿了干尸头颅 黑色的血块从脑后喷出 没用的 就算你杀了他 阴魂还能夺舍别的武者 怎么都杀不死 吴公灵喃喃地说道 眼神中流露出了惊恐 果然 干尸一死 众人顿时感觉一股阴冷气息 弥漫于自己身上 浑身寒毛炸气 感觉无比的惊趣 是吗 秦晨淡默地说了一句 灵魂力第一时间弥漫开来 他瞬间就看见 从干尸身体中 一道淡淡阴影浮现而出 果然跟当初在黑死沼泽 见到的阴魂兽极为类似 看见这阴影 秦晨根本想都没想 手一扬 一道淡蓝色火焰闪过 青莲妖火 如今青莲妖火在秦晨培育之下 已经到达七阶火焰境界了 当初在黑死沼泽 阴魂兽就趴着一火 如果天魔秘境里的阴魂 跟黑死沼泽阴魂兽一样 那青莲妖火 同样会是他的克星 众目睽睽之下 一道青色莲花火焰 瞬间出现于秦晨头顶 青色火焰光芒 洒落黑色世界 马上给灰蒙蒙的世界 添了一丝亮眼的光彩 同时众人就看见 死去干尸舞者的身边 一道淡淡的影子浮现出来 那影子没五官 可当秦晨施展的青莲妖火 照到他时 暗淡的影子 顿时流露出 无比惊恐的面孔 一道尖锐的惨叫声响起 在青莲妖火照耀之下 暗淡的影子一声惨叫 犹如烈日下的鸡血 转眼间消散一空 毫无踪迹了 场上舞者浑身一惊 那种惊奇无比的感觉呢 也消失不见了 另外六七头血魔兽 此时也停下了厮杀 全部扭头看向 秦晨头顶的青莲妖火 原本没有任何情绪的眼瞳中 竟然纷纷流露出一丝惊恐 这怎么可能 那叫吴公岭的武尊 脸上也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仿佛见到什么不敢相信的东西 那阴影就是 吴公岭刚才说的阴魂吗 谁说杀不死的 大魏王朝的陈少侠 刚才就杀了一头 我们又救了 人群个个无比激动 仿佛溺水的人 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纷纷朝着秦晨靠拢拢过来 大家都聚到一块 小心点 秦晨一声低喝 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 瞬间冲向剩下的六七头血魔兽 剑光闪烁 每一剑斩出 就有一头血魔兽被斩杀 同时呢 一道惊恐的阴影 从血魔兽体内冲出来 被随即秦晨祭出的青莲妖火 啄成灰飞 仅仅片刻功夫 剩下七头血魔兽全被杀了 连同他体内阴魂 都在青莲妖火灼烧下 彻底消失了 黑色的冷风吹拂于众人身上 一群人对望一眼 眸中紧接闪烁着 劫后余生的激动和喜悦 大家背后冷汗淋漓 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陈少侠 多谢陈少侠出手相助 若非少侠 今日我们这些 恐怕 其中一名六阶后期 巅峰武尊立即走上前了 他对着秦晨感激到 他脸上充满感情 显然对秦晨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拖借秦少侠出手 若非秦少侠 我们这次恐怕凶多吉少了 众人纷纷上前 一个个充满感激的 他们都知道 这次如果不是秦晨 得六七头十里远超 他们的血魔兽 让他们自己对付 恐怕他们一个都活不下来 逆双双这时才反过来 危机已经解除了 他急忙把已经拉下的 会衣重新拉回去 一张脸羞愤得像是烧起来一样 恨恨地看了眼秦晨 如果不是秦晨 他怎么能在这么多人面前 丢这么一个脸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秦晨根本没把聂双双放在心上 而是对着吴公领说道 阁下似乎对这些异兽很有了解 难道曾经在那听过吗 众人也都忘了面露疑惑 的确吴公领对这血手十分了解 根本不是第一次见到的模样 吴公领脸上戴着一丝宫颈 急忙说道 啊 秦少侠 在下的确知道一些天魔秘境的情况 当年在下先祖曾经经经过天魔秘境 并且在天魔秘境突破到了五王 因此对天魔秘境一些东西 算是略有了解吧 刚才那个血魔兽 是先祖曾经记载的天魔秘境 极为可怕的恐怖血兽 这些血兽跟外界血兽有所不同 他们体内充斥一股暴力的杀戮气息 比我们外界的血兽可怕多了 无论防御还是攻击 都是这样 除此之外 这些血兽一旦被斩杀 并不会立刻死去 反而是化为阴魂 吞噬存活着的生命的惊血 让其成为干尸 并且只剩下杀戮的意志 当初先祖说过 想彻底绞杀这种血魔兽 除非七阶五王用自己五刀意志 对其进行绞杀 六阶级别五尊 没有其他好办法 所以晚辈刚才才会说 这些血魔兽根本杀不死 哦 不过先祖也曾说过 像这种血魔兽 一般只在七阶五王出没的区域才会有 只是这次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这儿了 哦 还好秦少侠将其斩杀 否则恐怕我们都在死 吴公领一番解释之后 马上从身上拿出一个玉剑 递了过来 这是在下先祖出了天魔秘境后曾经的一些记录 如果齐少侠需要 送给齐少侠了 秦晨接过预检 发现里面果然记载了一些天魔秘境的东西 血魔兽也在其中 突然 秦晨看到一道信息 马上惊喜它 诶 你先祖在这里说 进入天魔秘境 七阶五王和六阶五尊所在区域不是一个区域的 呃 这个在下就不知道了 这些东西都是在下先祖曾经进入天魔秘境之后的总结 因为他在天魔秘境突破五王 因此走得比较远了 了解得比一般舞者多一点 但是相比真正上等王朝强者而言 还是差得多了 啊 这个在下倒是听过 这时候 孟展元走过来 他先是恭敬对秦晨行了一个礼 说道 先前 多谢齐少侠相助了 他胳膊上的血 已经止住了 不过显然受到不少的创伤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战斗力却折损了不少 先前若非秦晨出手 他恐怕已经死在该师舞者手上了 所以他感激地对秦晨道 在下听王朝前辈说过 天魔秘境 七阶五王和六阶五尊所落区域的确不同 不过 两个区域并非没有接壤 而是五尊舞者所落的地方 一般在外围一点 五王强者所落地方 在内围一些 这么说来 五王强者也能进入五尊强者的区域了 秦晨皱眉道 他刚才想到的是 如果五尊和五王所落区域不同 那么黑奴他们安全就多了几分保障 孟展元点点头道 是的 五王强者也可以回头 进入五尊舞者的区域 不过一般情况下 五王强者不会这么做 因为借助天魔秘境的五王 他们的目的和我们一样 都是提升自己实力 天魔秘境外围区域 其实并没有多少对五王强者 有帮助的宝贝 而且 一旦他们往回走 那内围的宝贝 就会被其他五王先行夺走 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 因此 一般五王不会回头的 一旦回头 他们就相当于放弃一次 天魔秘境机会了 秦晨点了点头 大威王朝以前只是一下等王朝 因此对于天魔秘境了解很少 这导致秦晨他们进来了 对彻底一点都不了解 我明白了 多谢二位解惑 秦晨对众人拱拱手 同时呢 从身上拿出十多块传信御简 递到美人手中 说道 诸位 在这里秦某还想麻烦诸位一件事 那就是 如果诸位在天魔秘境遇到我大威王朝弟子 还请捏碎御简 并告知秦某地点 秦某会立即得到诸位的消息 到时候 秦某必有重心 这也是秦晨之所以救这些人的最重要原因所在 光靠他一个 想找到黑奴他们难度太大了 诶 但如果有这么多人帮他一块找 那就容易多了 秦少侠放心 只要见到大威王朝的弟子 在下一定第一时间通知 在下也是 还请秦少侠放心 秦少侠对我等如此大恩 我等一定记在心上的 这些天才都是拱手说的 双方一进来就一同经历了生死 彼此之间竟然没有多少竞争的意思 反而变得极为和睦了 毕竟呢 天魔秘境危险重重 宝物众多 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安全 谁也不想来到这儿 宝贝没得到 反而死了 那就多谢了 秦晨到了生谢 而后对孟展元说道 百朝之地女子这么多 展元兄何必在一个垃圾身上吊死呢 如果展元兄信得过秦某 还是离开此人吧 以展元兄的天赋 将来何愁找不到一个真正爱你的女子 说完 秦晨没等孟展元有任何回答 身形一晃 瞬间消失于山林之中了 孟展元正正地站在原地 显然还在思索秦晨的话 一旁的聂双双脸色顿时难看 他恨恨地看着秦晨消失的方向 愤怒道 孟师兄 这个贱人还想离见我们 你也看到了 此人独歇心肠 你之前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大型王朝知道的情报告诉他 聂双双双喋喋不休地骂着秦晨 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